大家好,我是季霞 咱们今天又来上山林里来转一圈了 看看有没有啥收获 咱们这刚进山,到山边和山道上 看这有个大野猪刚走过的脚印 是野猪吧?应该是野猪吧? 应该是野猪走的脚印 新走的呀 我还不敢走的,你看这踢夹的叶多清晰 这踢夹的叶是野猪的脚印 是刚走过的 被碰到就行了,野猪 在山里边野猪是非常厉害的一种野生动物 有的那大孤猪在攻击人呐 这是个孤猪啊,就一个 这脚印 这脚印 多清晰的脚印 看 看 这是猪蹄的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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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们看,这个要倒了嘛 哎呀嘛,菜的溜光溜光的 这是一大帮野猪啊 这个成天从这走过应该是 是要为了上这边的地里去吃食去 这个山边有一块地 你看这地里霸着的,六平六平的 我不敢往里走了 刚才我听着里边有野猪叫了 好像野猪干脏的声音 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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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往里去怕野猪过袭击了 这边上你看着了吧 这有这个蓝的刺轨 就是拿那个 呃 带那种 就是 倒刺的那种铁丝蓝的网 这蓝的是牛圈 夏天的话牛会放这里边的 我们村民养的牛 圈里边的 当然野猪在底下能来回去做 在这里边有一帮野猪 我刚才听着里边 熬直交换 吓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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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我不敢往里去了 就不能往里去了 就换个山头 不能在这 长呆了 太吓人了 这么多野猪在这里边的 这家伙走着 那道都走着溜光溜光的 跟人走着道似的